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腾龙呢 在70-200 这个焦段呢 他选择了70-180 而且分别出了一代跟二代 那原厂呢 也是出了一代跟二代 那Sigma 终于在这时候可以推出一支70-200了 你怎么看你也是拥有70-200的用户 没错 我们先来讲一下这支Sigma 的70-200 F2.8价格呢 台币五万有早 五万有早 它的定价在49-880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它的光学结构呢 是15群20枚 嗯哼 那其实比这个我们的70-200 原厂的二代 的14群17枚 看起来还厉害一点 是 它的好像 我看一些评测 它们是说它们的成像会相对起来 比较再锐利一点 但这个就 我觉得要自己试一下 它这样子剑指我们这个最高规格的GM G Master G大师 但是我们都知道Sigma 是 大家都说是拿来健身器材用的 以我现在记得它的重量跟参数 它应该是比GM一代还要来得轻 可是呢 因为你也知道 GM二代那个是非常跟黑科技一样 没错 我也是有用过的人 它很轻啊 所以Sigma 据说 我看现在我记得的那个 评测它的重量 是比一代还来得轻 但是比二代稍微再重一点这样子 好 这边来讲一下 我们Sigma 70-200 的重量 不含脚架环是1285 也就是1.28公斤 嗯哼 那我现在拥有的70-200 GM一代呢 是1.4公斤 哦 是 对 那我们的GM二代 大家都知道它就是一公斤 对啊 又45克 太夸张了啦 它非常的轻 可是你想它其实只重有200克 200克 200克便宜了 差不多2万块左右 对啊 这就是你要如何 在这个价差中间做选择 因为其实我最近比较忙啊 工作真的比较多 年底 我还没有看评测 所以我不知道它说 它的对焦系统怎么样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原厂禁 它今天强就藏在它那个对焦系统 它是能完全符合GM的这个身价的这个对焦系统 有用过的一定都知道 你还记得你拿我那个一代在一个夜市里面 对 然后暗暗的 它就可以直接抓到人脸 对 它的一个对焦非常的准确 然后再加上它的成像非常的好 对 所以说今天 这个Sigma 它有没有办法就是驱动 就是达到这个原厂的对焦速度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可以来试试看的 嗯 没错 或者是有来验证的地方 对 因为呢像另外一家腾龙啊 它选择在200这个焦段缩短了20毫米 那它在一代呢 它是没有防手震没有防抖的 它这次出了二代镜之后 就把防抖防手震加在上面 所以有些人也会选择说 那我宁愿短个20 但是我拿到的是比较轻量化的镜头 这也是一种另外的一个选择 但是如果有些人想要追求比较极致的成像 但是又不想要花到原厂GM的钱 可能就会转移想要去选择Sigma这个镜头 而且Sigma这颗镜头呢 它现在这一次呢 是有设计我们所谓的光圈环 嗯哼 光圈环 它可以直接调光圈 那 那当然说你这个东西 你觉得好不好用是一回事啊 但它今天给你了 你就是多拥有了 对很多东西就是我不一定用得到 但是你就先给我 对 我就是想要有 对对对 没错 这就是跟一些AI功能 或者是裁切功能 可以固件更新的东西 没错 好 然后再来是说 还有一个是它在这个 所谓的炫光跟虫影的这个 条件下 它的表现会不会比原厂的GM近好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来 看一下评测的地方 因为这也牵得到它的一些镀膜啊 这些抑制的这些科技的技术在上面 因为它原厂 刚刚我讲的对焦 它原厂还是有强调这个所谓的高速自动对焦 对 做生意的人绝对不是傻子 如果你今天的规格是真的剑指这个GM二代 那你的价格就是 你甚至定六万 比它便宜一万也都是卖爆啊 所以 这个要怎么去做比较 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来做一个实测 没错 我觉得有比较出来就可以去选择 但是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Sigma它的成像 是大家都蛮放心的 像2470的这支镜头 对那支我也有在用 对那支镜头 大家也是说哇这个很锐啊 但腾龙的2875二代已经有比它好 2875二代有超越这个 对毕竟2代了一定更好 没错没错 所以Sigma的这个成像其实 我相信有一定的水准 而且是在那个水准之上 没错 这就是我刚刚特别想讲的 就是它 它这么重 其实我就是很好奇 它说 对你这个价格怎么大 对啊 怎么可以这么杀 但是它的破解方法 然后你是现在才要 想要入手这个焦段的一个使用者 你会考虑这三支 你选择哪一支 如果我现在这样看下来 让我重新选我可能就会选Sigma这一支了 嗯嗯嗯嗯 价格上落差就蛮大的 对啊 因为我今天是买GM的一代 那其实我买的时候二代已经出了啦 那因为有一些预算的考量 其实我还是买了这个一代 对 用下来我刚才讲那个画质什么 我们都试过了 然后也在我的频道可以去看这个评测 我们也有做了一些街拍的测试 是 这个所有的东西当然都是完美 但缺点就是在它的重量嘛 那我带去日本韩国 它真的很重 我想它真的很重 你的肩膀会直接烂掉那种的 那你今天清这200克 我今天肩膀清200克一定有它的差别啊 对 现在听到我的觉得我的左肩又有点痛 真的 然后再来你说这个是2023出的镜头 跟这个一代是 好我真忘记一代什么时候出了 但至少啦也是好几年前 那 虽然说原本定位上可能有差别 但是今天这个 我觉得这个科技的进步已经 这几年就拉 拉短了这个距离 对 所以你说跟二代比 我不知道 但如果今天跟一代比的话 我觉得 可能可以考虑选 SIGMA的70200 是 我觉得大家 就是可以看看新科技 它所谓驱动的一些新型的马达 也会不太一样 在卖调升级都算 都好说 真的吗 确定耶 真的要确定 我觉得GN还是有它的 大家想象中的一种标准在 好就是 GN镜它这个 背景的这个虚化的表现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没错 所以SIGMA这支也是还有待验证 没问题 等等你来 一起来评测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先去租嘛 先去租 这个租器材是很方便的 我觉得这个刚刚看我可以讲一个题外话 其实在台湾的市场你很难租到副厂的镜头 我不知道你没有发现 就是我在前几年刚才玩相机的时候 我也想要去租一些便宜的副厂镜头来玩玩 但是呢在这个三五年期间啊 唯一就是以索尼来说 你比较容易租得到 而且是数量算是比较充足的 就只有藤隆的35150的这支镜头 当然它比较贵 它比较贵 所以很多人 因为它的定位不一样 对它定位不一样 然后相对于蛮多的一些器材商就愿意买来 然后租给大家使用 所以像这一支SIGMA的70-200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焦段 然后以它的这个价格说实在的 也不是一个很容易去买的一个价格 所以我也蛮期待说 台湾的一些厂商可以多进一些副厂的镜头 因为其实很多没有什么经验的摄影师 他也不知道自己要买哪一个品牌的镜头 或是买哪一个角度的镜头 那当他都只能使用原厂的时候 他就没办法去体验到像一些副厂镜头的一些特别的地方 比如说他可能没办法体验到一些副厂镜头 他可能比较轻的重量 或它的闪景的效果会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台湾的一些器材公司 他可以多进不同款式的镜头 那我觉得可以让这个市场有更多不同的作品出来 体验这样子 对啦但那是因为我们的想法 但其实你站在做生意的人的想法 我其实买GM来租的这个市场比较大吧 因为大家讲说你都要花钱了一定都租原厂镜了 对就是你今天想要拍出比较好的品质 一定都是朝原厂镜去租 对租原厂镜 好啦如果 我是说如果我可以独得威力财 好不好 然后种个一两亿 我就是买原厂镜来租给大家便宜使用 副厂镜啊副厂镜 我买副厂原厂我都买好不好 好好好没问题 当大家帮我一起祈祷 我觉得大家集中这个火力祈祷在我身上 独得200元 不行不行 我要独得投奖 要义的要义的 对破义的 义人独得的投奖 好那 等你这个梦想实现 我们先来讲一下 还有啊你的那个钱要花光啊 你那个中了两亿都要把它花光 那还有什么可以买你说说 那今天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买 这礼拜呢我们的 DJI Ronin 4D 它出了一个8K套件 哇塞 就是 每个礼拜都有新东西可以出耶 你现在是从第一个礼拜讲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的每个礼拜 没错 都有东西可以讲 他2021年发表了这个如影4D的6K 对6K没错 6K 他在今年2023年底 2024年的时候呢 他出了这个如影4D 8K套件 哇 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 8K套件的定价 好好好 听一下听一下 有趣 他的整个套件的定价呢 在人民币是19999 就是2万元人民币 哦 那台币呢 现在台湾的官网是449,099 就是整个啦 整个 2万的话是 就是你原本有6K你去做更换的 哦 那个加装套件是2万 那你今天在台湾官网买了整个8K的套装 是45万 是不是就可以买一台二手的国产车了 那肯定可以啊 哦 里面真的是太凶了 刚才说把钱花光 就来一个这么凶的 对 所以你整个套装买下来是44万9 那他 欸 相比原本2021年出的6K套装呢 他这个8K的话 还有RAW的使用授权 就是我们Apple Progress 是 但是我在昨天 在这个温泉饭店里面 我就看到了这个发表 他呢 这个东西呢 如影4D呢 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稳定器的装置 然后把镜头加装在上面 他这一次能够通用的部分 就是以稳定器的手把 跟后面的电池 其他的配件 都是可以通用的 他要更换 如果你想要从6K 换到8K 那就是把他的那个头 转接摄影机CMOS的这个头 可以换掉 换成一个带有红色logo 8K的印在上面的这个传感器 你就可以 就是这个2万人民币的 对 你就可以实现拍摄8K了 接下来就是一个大8K的时代了 哇 2万人民币就可以升级 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没有这个原本的6K 就是45万台币啊 哇 太凶了啦 在如影4D 6K的部分是800跟5000 哦是 那在如影4D 8K的部分是320跟1600 但是你开启了动态范围的拓展之后 可以变成800跟4000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8K的输出 他的码率就会需要比较高 所以相对起来 他的动态范围就会降低一点 这是无可厚非的 没错 那我在昨天呢 就是在这个温泉饭店 在看他的发表的时候 然后就看到说他的8K 是在宽萤幕的这个拍摄片幅底下 是可以拍摄75FPS 75 快萤幕就是我们所谓的2.39比1 就是电影的这个画面 没错 那正常来说就是 当他可以拍到这个码率 那他在拍一般的16比9 类似这个长宽高的时候 是可以拍摄60FPS 那他往下降拍4K 是可以拍摄120FPS 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电脑有办法瞬减8K 75FPS吗 不代理的状况下 之前的可以 之前的可以 可以你要加LOG还原调色 那就没办法 只能瞬减 只能瞬减 我之前是用M1Max的Studio 那他那个时候是可以剪8K 单轨素材 是可以瞬减的 单轨 单轨 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用不太到 但是呢像我这一次呢去拍大巨蛋 那就拍孙一蕾他的头球画面 我就用8K来拍摄 那8K你在剪辑的时候 那真的画面更好 还行还行 对那他的画面一定会比4K六尺还要来的有点不是很流畅 这是必然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拍摄一些比较风景啊 或是比较近物的东西 可以凸显他材质的东西 用8K来拍摄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去尝试做的选择 就像以前我们的手机 很多人主流都是拍1080 那有些人就是拍4K超彩 或是输出的时候 再输出成1080 那画面就会变得比较更锐利更清晰 那当未来这几年已经开始 4K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下 很多人就会开始再往下一步走 拍8K 然后输出成4K的影像出来 就会更锐利 然后更清晰这样子 还是你要考虑投资一个这个 四四五万的这个 太多了啦 好不好 太多了啦 如果我读得 投奖 威力彩 我们可以来 考虑试试看 我觉得现在工作室 就算买这个4D6K都可以啊 你现在买4D8K 太夸张了啦 对啊 就是你有拍一些活动 我们常常拍一些活动记录啊 或是拍一些小广告 然后小电影 我觉得它都蛮适合 尤其像我们上次拍车拍 它的有一个雷达追踪的一个功能 它一样是可以去定位追焦跟踪 这样子 我知道我知道 对所以我也觉得说 这些东西其实 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你真的有在做一些工作上 是真的是可以应用到 而且是可以提供你一个好的画质 然后比较容易的拍摄 这个样子 真的是把钱花光耶 你这个直接推一个8K 受不了啊 那个整组买下来 那已经不是我现在把钱花光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解决的是 把钱花光还买不起来 你有了主机 你还要买它的镜头 它的镜头你买一买 对广角 标准 定焦 长焦 哇 人都干掉了 它原本那一颗会是什么 1728对不对 对我记得它原本你配的话 是一个广角 配你一个广角这样子 但是呢 你买的这个好处呢 就是你这个镜头呢 还可以去搭配 DJI的 Wu二代 啊 搭造Wu就是你 它的那个空拍机 那个是也可以换镜头的 可以通用哦 那也不错吧 它可以装上去 对啊对啊 它是叫做 L卡口 我记得没有错 它是L卡口 嗯嗯嗯 没错 你这样这个再画下去 不得了耶 我记得Wu二代 大概是要六七十万台币 好不好 而且 大家 我之前对这台的 稍微的研究 就是它的存储呢 是要用SSD 哇 这个买下去 你又是一笔钱啊 你是说那个 乳影4D 那个乳影4D 对啊对啊对啊 它是一个Pro DJI Pro SSD啊 对 然后这个那个 Wu二代 那我觉得一代它也是用一个SSD 但但没有啊 你买那个8K的套装 它就有送你一颗啦 对啊 但是你那个拍8K的素材 1TB一下就没了 呃 对没错 好 好 我来帮你看一下 它加购价是2万3一颗 2万3是台币吗 台币台币台币 OKOKOK 哇 我刚以为又是人民币这个 你要想哦 你拍了久还要再买一颗电池 对啊 呵呵 电池5300 而且它的 各种套装外加东西夹一夹上去 破50啊 这肯定破50 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影视飓风啊 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team啊 没办法没办法 诶它读写900M欸 对啊 对不对 这个数据量 谁受得了 呵呵呵 而且我电脑还要更新 我把硬币要爆了 对啊 我最近从我拿 从我今年开始拿到A7R5的时候 我的数据量就是直线盘升 非常可怕 哦对啊 因为A7R5就连照片的 照片的容量都大 那6000万画素欸 对 它的每一张照片 如果你有去拍一些连拍 哦 那个回来 一定都要把 该删的东西都删掉 然后再录一些影片 因为我用A7R5就觉得快炸了 对 完全受不了 所以我终于可以理解 之前我们的朋友使用哈书 他的照片修完 就把东西全部删掉 他的原因是什么 沾掉没错 哈书是有 他没有硬碟的问题 一亿啊 一亿化数啊 那个容量更可怕啊 他不带硬碟 因为他直接不想用硬碟 不然买不完 对真的是买不完 有些东西你就是赶快修完 你就不用放在那个地方了 可是有些 你二十张都想留 二十张就想留 那 就是你拍了二十张 你都想留下来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维持这个频道的宗旨 建议你把钱花光了 直接硬碟给他开轮 对 我最近才刚去我朋友家 然后他在展示他的那个硬碟出来 哇 他有十二TP 有十TP的 然后加一加 他有快十颗硬碟 这真的是一个存储噩梦啊 买不完买不完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 因为你一直拍一直拍 你就是要一直存一直存一直存 对没错 因为我自己的习惯 我们后面可以聊 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习惯就是说 我有流毛片的习惯 嗯 没错 这也不知道好习惯还是坏习惯 如果 我觉得可以挑个几张重要的保留下来 那其他就可以删掉了 不然你就做一个二十张的票选 让你的朋友们帮你选出五张 你觉得 他们觉得最好的 那其他的十五张 对啦 因为有时候一天出去 可能出国街拍一天就一百五十张 对啊 那个就很多 对啦 也是可以考虑 删一些没有用的毛片 嗯 但是这就要花时间了 LR LR你 把你要的平心起来之后 把你未平心的就可以全部一起删掉 是这样没有错 但是就是你要花一个挑照片的过程 对啊 因为我自己的习惯是我拍照 法来就会做一个 分类 平分的分类 嗯 对对对我是都有分类 没错 所以我变我回头到三我其实很快 那 只是目前都舍不得三啊 那你就要 舍得 你要 你要舍得就是舍得花钱 你不然就是要舍得三照片 这两个 可以可以 对啊 因为这一半我们都 今天比较临时的一个录影 录音 这一半也比较忙 也看到我们在外面出差 没办法 分享一些心得 下次我们可以分享最近的一些拍摄心得 很多可以分享 对这次呢我是来到高雄 做一个音乐节的转播 做EFP 那 Jaco最近在忙什么呢 我最近在忙一些电商的商品摄影 对那我们到时候可以 针对我们这两个部分 可以 刚好是不同 完全不同的领域的拍摄内容 可以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 就在之后的节目 一起来 听我们分享 好 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 我是Jaco 我是Kevin 大家再见啦 拜拜 拜拜